親愛的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億萬大贏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黃世民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今天 這個開了一個轉折的兩點高盤 那麼這個轉折兩點高盤 上攻無攻而返再上去就在這邊繞 要站上最主要今天的目的 要站上一萬八千點 那他無所不用其極的拉抬 昨天拉傳產股今天就不一樣了 今天就拉電子股 還有積電股傳產股掛掉 對不對 他是輪流拉 那今天電子股裡面的就是拉AI 為什麼會拉AI 很簡單嘛 這個法人抱了一大堆AI 他在過年前先跟你拉上去嘛 萬一過年的期間美國股市有大跌的話 他可以避開啊 開丁也沒有關係啊 就用這種模式 所以今天的目的是要站穩一萬八 AI不死大盤不止 我是跟你講嘛 AI沒有掛掉了 那麼步步為硬 OTC是步步為硬 OTC沒有先跌 這個盤都很安全 我就跟大家講過 美國股市實際要創新高 再走多頭 倒窮 美國股市比較麻煩的是會辦 會辦比較弱勢一點點 所以我們還是要盯著會辦來看 這樣比較正確 比較正確 但是我們回首看 因為台股跟美國股市的相似性 是85%以上 那我們看美國股市 通常我們會看美國股市 有四檔股票 第一個是因為 Invidian它在走多頭 突破了504以後沿路的上期 現在已經600多塊了 這個很強 這很強 那超微比較弱一點點 因為它有財報的問題嘛 被調降平等 蘋果弱 特斯拉更弱 所以以前都是特斯拉 來帶動美股上漲 所以電動車強得很 可是時機真的不一樣 特斯拉搞在中國大陸搞產 蘋果也是被中國大陸搞產 只有剩下AI 所以AI在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祭出 誰以鎮空沒有辦法 沒有人可以跟它鎮空 有些甚至於叫做換AI 假AI也好 做一個IP就可以回上天了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股票是怒斥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做IP的安國 這個是我50塊的時候跟他講過 現在做噴出 它是因為合併的半導體的關係 再來金利科也是如此 再創新高 力旺創新高 頂星科還好 神盾是什麼都不怕向前走 S31還好 那創意 合理說法你只要做這個IP的部分 ASIC的部分應該是創意要領先上工才對 可是竟然是讓股王領先上工 那智炎也是一樣遇到這個問題 也供不上去 那他假如走空的話 過完年他們假如走空的話 就智炎沿路的下去 創意沿路的下去的話 你的這個IP在過年前拉台 你過完年你可以再拉嗎 因為3月15號以前是空方期沒問題 一般主力作手會做到什麼 做這些股票會做到什麼 嚴宵節附近 所以我們要盯著AI 不要變BI 這是我 不是AI今天很好 大家要AIAI 我看法跟人家不一樣 我7月30號的時候 告訴你AI已經要回檔了 現在又上來了 大家又AI了 那一段期間變BI的人 悲傷了 大家市場上沿路在賣 罵AI變成BI有沒有 將來也會啊 怎麼不會 股票漲都必然遇到這個 尤其這一次的IP 有的根本就沒有本質的 只有掛個IP之名 可以行拉台之石 對不對 當然有做到我們恭喜他 因為股票本來就是這樣子 有的人是不做投機的 有人實實在在的投資 那投機沒有錯啊 人家就會厲害拉 對不對 敢拉 這個將來一拉以後 將來一緩轉回去 就是回到腰斬嘛 腰骨怎麼上去怎麼下來 看它樓起 將來也要看它樓塌 所以我們在注意 AI的三寶 第一寶就是IP IP現在還OK 那你要盯住3661 這是法人報的蠻多的 都是外資在報的 所以它是叫做古王 一個古王的誕生代表這個一個時代嘛 就是IP的時代 它是不是緩轉我們要注意 我們要注意 像大立光一樣 3008 一個大立光的緩轉 對不對 蘋果報不出好消息出來 郭明奇也講說蘋果出了一點問題 你看它就這樣跌 它就這樣跌 它是從6000多塊跌到1500多了 剩下四分之一 股票都是這樣子 將來你看到 AI將來的命運也會 IP假如業績它今年又叫不出來 它就會遇到這個問題 這個股票就是這樣子 沒有一點都不奇怪 所以AI裡面的大寶叫做IP 二寶叫做散熱模組 散熱模組我們不談 比較高價的我們不談 我們散熱模組的部分 我們看雙紅 建築 建測 建測在創新高 這幾檔股票 雙紅 散熱模組 雙紅 這個都創新高 所以建測是 所有的散熱模組的指標 我常常跟人家講3017 也是一樣 這一檔它比較不會像什麼 要亂它 它是正派的 它是比較正派的 他們不會亂拿股票 這個就是我 我91塊跟你介紹到現在 散熱天王 這個才是真正的 有業績的股票 那這一寶也很重要 你假如散熱模組開始 散熱模組你一定要看 看旗宏 還有看這個建測 建測假如說它走回頭路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不要AI又變成BI 那目前都沒有這個現象 就是過完年以後 我們也要盯著這些股票來看 盯著這些股票來看 這樣是比較務實一點 比較務實 像我這邊有很多股票 像這個文月3036 它今天就出現一個 這個是正常 為什麼 它漲多了 那法輪 昨天這個外資又大買 它今天已經倒給你 對不對 那下來這個還有行情 不會沒有行情 像這個已經在事前在反映 過完年的賣壓了 這檔股票我在156也有加碼過 我還沒有跑 我還沒有跑 那因為加碼的部分 OK 還好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AI鏡頭腦裡面的偽創 偽創我這一波下來 114塊 113塊5又有買 3231 這一天我有買 這裡113.5 114那邊我有買 現在又上去到120了 為什麼 因為它現行這個比較安全 它沒有大漲 你標得很標的那種過完年 你再看看 我事先跟你講 這AI的二寶就是散熱模組 三寶就是伺物器 伺物器這一次要看2376 這一次創新 就領先上漲 它還沒有創新高 因為它有散熱模組的關係 投信又回來買 那2382就比較弱一點點 3231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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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我們要注意的 這個AI裡面的三寶 這三寶假如說 有出疲漏的話 AI會變成BI 要大家要注意 我是在盯著 因為我做股票是這樣 你做股票久了人 我不是怕死 我是告訴你 你們記不記得7月30號 我怎麼警告大家 AI的昏水嶺 引入的大家盪到廣達 剩下190塊 280幾塊剩下190塊 100塊幾乎一定要拿掉 這個你看 它這個跌成這樣子 幾乎做融資買的 全部出疾 2376也遇到這個問題 沿路下來嚇死了 3231破100 到87到90塊 才又上來 所以每一次的下跌波我都會 你看我的節目 我下跌波我都會避開 我都會告訴你 是不是 我老實跟你講 7月27號我就跟你講 那個假突破要小心 一跌 跌到1萬6 不是一點都不奇怪 對不對 所以我們做股票一定要這樣 太跌波 現在很高興 今天大家都是AI 全部媒體都在講AI 可是AI的背後 會不會變BI 過完年一次我們要注意 你爆股票是不是最高 像威影的話 威影就還好 它是比較溫吞一點6669 這個比較正派的 這屬於正派的股票 齊鴻 廣達 技嘉 N31 這都比較屬於正派的股票 正派的股票有它的好處 仗跌盤很清楚 它不會亂標 我喜歡做這種股票是這樣 這樣風險很小 我是注重管控風險的老師 不是那種不管控風險的老師 空險一定要管控好 你爆股過年從5號休息到15號開始 大概有差不多 五六天的這個美國股市開盤 它勢必會影響到 台股將來開紅盤以後一定會 而且拉很高的不排除 在禮拜一也會開高走定 你拉高以後人家會出 那這個盤很明顯 大盤沒問題 還是直系的攻堅 今天就是目的就是要收 一萬八 今天因為昨天的利空不跌 倒就今天的上漲 雖然今天漲六十點 可是很多股票是漲萬天 這就是股票的微妙奧妙之處 奧妙之處就在這邊 你看股票有一半漲一半跌 一半漲一半跌 竟然漲的都是AI 不是今天來講AI 我一路的跟你講 AI不死大盤不止 AI即死大盤必跌 你看看過完年以後 到一定的程度以後 拉高了就會開始跌 所以要懂得進也要懂得出 而不是一味的做多 過完年都是要步步為營的 因為你在過年前一直拉的話 都過完後一定要步步為營 一定是奴子做股票 像我們這種倒手做股票很穩定 賺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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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的 我一定不會去唱了 我絕對不會去搶股票 它吸引不了我 因為到三月的時候 財報公布的時候 那時候潮水退的時候 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改天又是AI被MBI 在IOM片野的時候 你務必要避開 我就有一個好處 我都能避開 航海的時候我也避得開 就是我 我賣230長榮 為什麼我能夠避開 因為我懂得期貨 期貨會告訴我答案 期貨是價格的發現者 然後我有AI鏡頭腦在做期貨 像這個期貨很簡單 你今天的高點 我今天高點一大早就告訴 我的肺炎就是 大概在18109 18109那邊就是一個高點 18109那邊就是一個高點 今天一開盤就到那邊 大概就在那邊 大概18105 我怪18105沒有成交 我估計18109那邊就是高點 算好 它目的就要熟 一定搭高去 我也是在期貨市場做空 3000多口 它是會過年做避險 所以它在買股票的過程 一定會這邊換空這邊做避險 所以你要知道外資的操作手法的話 你就看清楚 今天你不能亂換空 你不能殺下來換空會被尬 但是做多也可以 做多在30到35那邊就是一個多點 可以上去的多點 但是股票跟期貨 期貨是不一樣的 你看今天期貨最高點是18105 跟我估計的今天早上 發出去的call信18109差4點 跟它差4點 每天開盤 每天開盤 每天開盤以前我就知道高點在哪裡 我就知道高點在哪邊 這你說我會輸到 我會輸嗎 我知道高點在哪裡 低點在哪裡我還會輸 我就不相信對不對 這就是工夫 這是短線的工夫 那長線當然這做法都不同 所以我用這一套來作為我看盤的工具 會事先告訴我會回黨 像我前幾天不是告訴你 這個叫做蟹型上升 一定會破五六線 你這種拉滑一定要降溫 降溫才有辦法做 然後利空不跌 這個就是政府在復盤 過年要復盤 過完年以後 因為這是看守內閣到5月20 那不會 到三月財報一直出來的話 大家認就不一樣了 所以股票這個是一個很高的協問 但是真的不要亂買股票 套牢要懂得去做 我講求誠信 我講求氣力 所以我沒有套牢的股票的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現場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摩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摩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明文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這次AI的大復活 這次AI的大復活 我們可以從美國股市 NVIDIA的大漲 找到蛛絲馬蹄 很早就已經明顯了 我就跟你講 突破500塊以後 你就要注意 AI就又復活了 它不是BI 又來了 但是同樣的AI 不一樣的 很多不一樣 這一次的AI 比如說像你做機殼的人 不見得會賺錢 820 這個因為它早拉過 突破以後就 突破就掛掉了 這個就是奇怪的地方 盈邦沒有在突破 表示它後面的後勁不強 業績沒有在上來 對不對 這個就是這個道理 你看2449 這一次沒有上來 反而是台興科上來 這個輪流在做 那這一次的 台積電的 所謂的上游 就沒有那麼強了 除了3583 就沒有那麼強 就沒有那麼強 所以這個就是輪漲 那有些股票就漲不動 所以買股要買強 要買領土洋 這一次我講的AI三寶 IP 散熱模組 跟457 在過完年以後 我們要盯著他們這三道 不要你每次 每天買了AI又套牢 又在萬碳AI變BI 那有些老師是 變BI以後 沿路的淡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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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一次有上來 當然是不錯 萬一攤不上來你怎麼辦 一萬以後就是一樣 股票兩樣錢 買對股票賺萬天 買錯股票你就變BI 真的是這樣子 做對加碼 做錯當機立斷 不要加凹單 歡迎你加入我們小老鼠YES168 我每次的轉折我都會告訴大家 我在7月30號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裡要轉折了 我在卖股票 我卖得好高兴 然后下来我再来接股票 那时候做这些股票 真的是卖得很高兴 真的是卖得很漂亮 卖得很高兴 齐鸿我当初卖掉344也是不错 秦城卖掉248 当然有创新高 自严重到378 又跌到300块钱以下 光宝卖在150 我从来就不再买了 对不对 卫胜我卖150亿我也不再买了 伟创卖得高卖158 你看 是不是要懂得买也要懂得卖 所以广达卖260 跌到190几 到九月混的时候 我还是在卖 有些股票我还是在卖 有买有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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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来 有些卖了以后 他就从此不来 像3693 3693我卖577 从此不来 你看 这也是AI 一样AI两样钱 怎么解释 这套使多少人在里面 你们奖赢帮的人 套使在里面 多少人 现在还在 定营3715 我37块一毛做的 3715 我做到93公开的奖 我卖掉了 有没有看到 所以要有懂得买也要懂得卖 不是一味的只有买 一味只有买的话 我跟你讲 你在股票市场就会背叛出奇 真的就会背叛出奇 你股票不要TK 你这股票市场要赚 就是买到股票买对了 核心值股来回操作 这个最稳 不行我们全部撤退 不会AI变BI 我现在一样 我随时在警告我自己 有些股票高档 我不要去碰它了 你既然底部没有买 你高档你不要去追它了 所以它在党有限了 当然有些AI是不错了 但过完年是不是 当然台湾的股票 一定要以AI为主 那你要做AI的话 一定要看NVIDIA 跟AMD 你一定要看 新思科你也要看 那你有看这些 你再来做这些股票 你就心安理得 晚上睡觉很轻松 快快乐乐投资 对不对 不要那么紧张 做股票没有赚到 不要把身体搞坏了 这叫身体最要紧 心情愉快 做股票轻轻松松的 对不对 我不要 它每次都是在拉尾盘 对不对 每次都是要做盘拉尾盘 就很简单 政府在护盘 护盘就拉什么台积电 我昨天不是跟你讲 拉台积电就OK了 那一次台积电要几点 昨天不是尾盘拉台积电 本来跌七八块拉到平盘 就这样搞 指数已经被外资控制在手上 那个股就不同 对不对 那你这样盈盈也不 你做台积电也不会赚大钱 赚不到大钱 你要做的是说主流股在哪边 你做主流股 你万一套牢还有解套的机会 像你AI套牢是不是 这次AI全部给你解套 解套 是你 你不想卖当然没有 像你假如买定盈 它买那个盈邦 你就没有解套的机会了 它已经从此不再高档了 这次买8210的有 所以股票就是这么可爱 它一定 你买到主流股 它一定会让你解套 所以它是有基本面的 你基本面不是只有看说 现在的强势不是这样子看 还要看未来 矽精炎的部分 我认为矽精炎在今年年中的时候 有行情 因为它一定会切货 那欢迎你加入我们 小老鼠YES168 把它加入 我会告诉你行情怎么走 我会告诉你未来 我是讲未来的老师 为什么你们AI变BI 我都能够避开 对不对 我也现在给你提出警告 你要随时盯到重点盯在哪边 买股票过程里面 要怎么样注意风险的管控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赚大钱 过年快快乐乐的出门 平平安安的回家 祝大家农年花大财 谢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头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宣神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